阿翔不要拔回来 你两个都高兴了 你每天都坐在北部的房子 亲家朋友会找的 我说阿翔要当地上的工作 去做工训练 我还要去北部的房子 他仍然有时间 才会出来陪阿嬷 你也知道 阿嬷的时间没多了 我会跟阿翔说 叫他去陪阿嬷的时间陪阿嬷 你还是陪阿嬷 阿嬷就没时间陪了 阿嬷不是真牌做人 你就是阿嬷了 为什么要站在北部的 站在北部的问题 不是解决了